一開宗民意就跟你說綠能你不能 代表什麼 他不是跟你談憲法的 他沒有談 沒有要談法律的意思 一開始說做這樣的下標 後面大法官問你問題 他一再閃讀 三次被打斷 其實在我們法學 法界 實務上面經驗來看是很丟臉的一件事 你的發言在法庭上面 被法官一直打斷 問說你沒有回答問題 被講了三次 這是很丟臉 我們在訴訟上面是這樣 通常憲法庭不會出現 這樣的情況 不會出現 我們一般法庭也不太會出現 因為法官問你問題 如果你沒有沒有準備 就是說我們之後再承報 如果沒有能力回答 當你去瞎扯 然後被法官說 你這個沒有回答問題再問 再打斷第三次 講到第三次 打臉打三次 其實是非常丟臉 因為你看 尤博翔認為說 因為藍白現在主張說 事先還有部分違規 那不是就自由新政說 我們今天也已經有違規了 重點是尤博翔問他說 因為有時候意思很混亂的時候 你到底是用什麼方式來舉手 還是用插卡的方式呢 好 今天重點是 黃國昌怎麼樣回覆呢 他說透過公開透明的 直播方式 每個人手舉高高的 是讓全體國民就看到 黃國昌主張呢 這個對一般選民進行責任 政治評判 沒有任何問題 那尤博翔也打斷了黃國昌的發言 強調沒有聽到答案 如果黃國昌主張公開直播 可以取代議事務的話 是否會剝奪少數立委申請釋憲權 好 這一段是什麼意思 你要回到重頭了嗎 連舉手這個部分也都有問題是不是 對 因為他前提問題就是程序問題 對 立法程序其實一百二十三個法學者 這個連署第一段就講什麼 程序瑕疵 程序瑕疵在目前大法官過去的解釋裡面說 如果你程序沒有經過正當的這個立法的程序 沒有經過這個正當程序呢 你可能整部法律的修改都無效 所以有這個大法官解釋 所以為什麼要去爭執說 你這個是舉手 其實舉手表決 他確實是立法院的一個方法之一 但是你要記錄是誰投什麼票 所以意思是說 這個如果不OK的話 我們是全部退回原點 全部的法律都會無效 因為他是通過這樣的程序 這次不是用舉手的方式嗎 對 他就是用舉手 其實應該說舉手跟插卡 都是同一個 都是合法的方式 但是舉手他必須要能夠辨別 誰投什麼票 這是責任政治的落實 為什麼 因為都去大法官 在這個四九九號解釋 他去講說當年的國大代表 就是避免 就是用規避的方式 去不公開透明 不願意負責延長自己的任期 所以被大法官宣告違憲 連修憲都被宣告違憲 更何況是立法 法律會被宣告違憲 前面成 你看游柏祥大法官 在問黃國昌 其實問的問題就是說 你其實那邊在 大家都看到舉手表決 但是很多人在說 你現場沒有清點人數 連人數都不確定你怎麼知道幾票 另外一個狀況是議事錄上面 誰記載了什麼 誰到底籌票了什麼 過去的所有的法律案 誰投什麼票都是記錄的 因為要對歷史負責 對選民負責 我投了什麼票 我要對選民負責 像黃國昌他現在有點像鬼打牆 他一直用說 你那個有現場錄音 有直播 所以這個就不需要議事錄 現在搞錯了 大法官在問說 你現在通過一個法律 你要不要在議事錄上面記載誰贊成誰反對 這個是落實責任政治 結果黃國昌一直跟你說 我們有直播 所以其實 他意思是說可以錄影純正的意思 是不是 應該這樣講 黃國昌其實沒有對上大法官問的話 所以他被三度打斷 大法官問你說 為什麼今天通過一個法律 議事錄上面沒有記載誰贊成誰反對 然後黃國昌一直回答牆說 你就看直播 直播上面就有大家舉手的樣子 所以他其實沒有回答問題 才會三度被大法官打斷 尤柏翔就一直一直應該說一直殺球 一直殺球 黃國昌一直閃躲 一直閃 閃來閃去 是沒有回應到大法官的問題 才會被問 那其實黃國昌一開始就做了一個政治標題 你就知道他其實今天來的目的 不是打憲法上面的辯論 你說綠能你不能的意思是什麼 我開始打政治口水 我知道我在憲法上面 我辯不過不論是李權和律師 或者是所有機關的代表 所以他乾脆就不跟你談憲法了 你看大法官問你問題 尤柏翔大法官直接問他說 你這樣子舉手 為什麼沒有記錄在議事錄上面 誰贊成誰反對 他開始跟你扯直播 可是距離上一次 黃國昌不是說還要好好準備嗎 這中間還PO了兩個奧運文 他應該有很多時間可以準備 他的準備就是去噴正式口水 他的準備不是去做憲法辯論 所以你看他的整個過程 一開中民意就跟你說綠能你不能 代表什麼 他不是跟你談憲法了 他沒有要談法律的意思 一開始說做這樣的下標 後面大法官問你問題他一再閃讀三次被打斷 其實在我們法界實務上面經驗來看 是很丟臉的一件事 你的發言在法庭上面被法官一直打斷 問說你沒有回答問題 被講了三次 這是很丟臉 我們在訴訟上面是這樣 通常法庭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不會出現 我們一般法庭也不太會出現 因為法官問你問題 如果你沒有準備 就是說我們之後再承報 如果沒有能力回答 當你去瞎扯 然後被法官說你這個沒有回答問題 再問再打斷第三次講到第三次 打臉打三次 其實是非常丟臉的 他內心想說你不要再逼我 我是講不出來嗎 所以黃國昌其實沒有要講法律 另外一個是什麼 其實你看這裡面 他們為什麼李全和律師用那個 中國人的驕傲這個去殺球 對 翁曉玲他臉色 我看我有看那個直播 臉色鐵青 這個臉色鐵青 翁曉玲沒能力回應 黃國昌也沒能力回應 為什麼反質詢的處罰的定義 全世界都沒有啦 取不出任何一個例子 你看那個葉慶元硬去扯說 澳洲有什麼例子 哪邊有什麼 那個其實人家是說不能反質詢 是一個訊勢規定 訊勢規定是什麼 就是一個象徵意義 你不要反質詢 全球沒有人在處罰的 哪怕臺北市議會也不會說 我一定要反質詢 我就處罰 全世界不論是美國 歐洲 或者是日本 澳洲 韓國 你去查所有法規 沒有一個國家對反質詢有處罰 什麼叫做訊勢規定 訊勢規定我舉最簡單的例子 國旗及國徽法是說 如果你遇到國 升旗的時候 國民因全體肅立 這個沒有問題嘛 法律規定那麼久了 沒有處罰嘛 訊勢規定 就是一個意思 反質詢一樣的意思 沒有處罰 當你說我以後遇到國旗的時候 沒有肅立 我要處罰你的時候 全球就會跟你說 你這個沒有法律明確性的問題 你有沒有法律上要求的問題 你有處罰的時候就不一樣 葉慶元去扯說 好多國家都有反質詢 不能反質詢 他舉不出任何一個例子 說反質詢有處罰的 講不出來 所以他在這邊其實是 榆木問朱 轉移焦點 為什麼黃國昌 或者是之前吳宗憲 被德國之聲問到反質詢 沒能力回答 到今天葉慶元在法庭上面 再繼續扯這些 都幾個月了 還想不出來 全世界找不到任何一個民族國家 對反質詢做處罰的 所以藍白知道 我在這邊擴權 擴權到全世界 覺得你很有問題 連AIT的兩個處長都發聲明 前處長發聲明說 你這個顛覆法治 正常國家 民主國家不會這樣做 當全球都指責你說 你這個擴權有問題的時候 他們只能開始轉移焦點 像黃國昌 開始跟你說政治口水 綠能你不能 不講 不講憲法 像葉慶元 開始拿其他的 跟這個案子無關的 人家有反質詢 他不敢講說 你就舉一個例子 人家反質詢 有處罰的 判決出來就好了 拿不出來 所以藍白在這邊的 擴權的違憲 是清楚的 所以他們今天只能在法庭上面 我覺得上半場看完了 上半場 現在在下半場 上半場看完之後 敗向已現 下半場是金證調查 對 上半場看完敗向已現 那個拉 那個追 發 分數拉太大了 拉太大 追不回來 追不回來 整個法界的立場 你看今天的法庭之友 什麼是法庭之友 在憲法的法庭上面 會有一些專業團體 包括臺北律師公會 其他的這些律師團體 或者是法律團體 他們會去出法庭意見 你把法庭意見全部拿出來看 沒有一個人做這個核線 所以正常的法律人判斷 是沒有核線的可能性 藍白還在今天繼續轉移 叫等一下政治口水 去淹沒憲法法庭 這是法治教育負面的教材 好 所以難道藍白立委 想要用政治口水 就當宇宙大立委嗎